第一是B2 第二个是用筛选 当然你再按一下就取消掉了 这个筛选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对筛选不熟的话 我建议可以花一点时间老铁家 因为它等于是 如果你要把eSale拿来当资料库用的话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功能 OK 好 再来的话其中有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哪个地方 像 将来如果说像Range 这个Range的话假设是跨工作表 比如说我这个范围 它在这个黑名单的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而且范围又非常的大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把什么 把这一个范围定义成一个名称 那以后的话用那个名称来代替这个范围 会比较OK 那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 先取消一下 先把黑名单这个范围 先定义成一个名称 什么名称 那怎么定义名称 一 请你先把这个范围 先高 这个A2 控制度向下 控制度向下 意思是选这个范围 意思是把那个A2 一直选 选到最后最下面这个范围 如果你将来要把这个范围 叫一个名称的话 那特别注意 请你在哪里呢 一 先选这个范围 选完之后呢 在他的左上角这边有一道名称方块 请你在这上面打上他的名称 这个名称我把它叫什么 那这个名称我叫黑名单 我就打一个黑名单 OK 如果你想知道名称是否被建立的话 可以到公式 里面有一个名称管理员 OK 特别注意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哎 就可以看到黑名单 这个方法很重要 如果你想要把 你需要拿来当资料库 尤其是官联是资料库的话 其实这个方法 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跨工作表 如果你资料太多 范围太多的时候 第一个光这个很容易做错 它锁定 那如果你是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相对的 你就会 可以把第一个什么好处呢 切过来 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的公式 你就不用那么繁锁了 你把它delete掉 以后的话按F3 F3 特别注意哦 F3按下去的话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 这一个 你定义好的名称 当然以后你有很多个吧 你就可以 这个就是这个 而且上面名称 你可以自己定义 你看得懂的名称 然后用选的就好了 这个有 我是觉得这还蛮像是资料库里面的关联 关联是资料库的概念 你把它关联过来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值得 蛮 蛮 蛮 要把它学起来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你会发现哦 它另外一个好处 它的公式怎么样 非常的简短 就这样而已 OK 再来的话呢 按确定就好了 刚刚是要加钱的符号对不对 这个 但是呢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要不要 不需要 OK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名称 这个也蛮需要把它学会 可是我发现很多同学对这个定义名称 好像还不太熟悉 记得这部分可能他再把它学起来 OK 按确定 好 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好 那再筛选嘛 刚刚已经筛选过了 然后把它贴过来 可是问题呢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遍的话 哎 有没有什么方法哦 按一下它 自动就筛选 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我们在这边增加一个VBA的按钮 不过你会发现啊 他好像还在卡一下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变成说他要全部执行完毕啊还是蛮花时间的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比对啊 可是呢 基本上的话呢 用康义符啊 虽然没有说这个快到不行 但是也不会慢到你无法接受 我是觉得康义符这个方法哦 还蛮OK的 哎 可是接下来呢 我们要怎么样哦 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它可以自动帮我全部又查一遍呢 我这边提供两个方法 方法一的话呢 就是呢 可以用什么 录制聚集的部分 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 你变成就是什么 你要也要彩排 像我之前讲 我将来按钮要在这里哦 所以我一切到这边来 二游标再切到这边 然后在这边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向下填满 再把游标放B1 再到资料里面的筛选 然后怎么样 把一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呢 再怎么样 把他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后怎么样 把它贴过去 然后最后停止录制聚集 录下来的程式 就长得像这样的 所以我已经 这个是我之前 而且我有把上面加上注解 可是你会发现 录下来程式 可不可以弄 也是可以弄 那有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可是我觉得 毕竟录制聚集 相对的 录下来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有点繁琐 但是问题如果说 假如我不要用录制聚集的哦 OK 我想要自己写的话 怎么写 其实程式写出来并不多 对吧 底下这边有 就是这个 有没有 输出公式 筛选 复制结果 总共的话呢 就五行就可以 不过呢 可能会 大家会比较陌生的部分哦 第一个大概就什么 许词 有没有 后面其实都一样 怎么做的话呢 好 接下来我来跟各位说一下 怎么撰写 这个程式不多嘛 对哦 筛选一行 复制一行 OK 所以以后 如果假设啦 你希望用那个筛选功能 帮你查完资料 复制到某个地方 有点像那个 呃 什么 工作表的分割啦 工作表的查 然后自动丢的话 你只要学会许子物件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筛选 筛选就Auto Filter 有没有 然后呢 再Copy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如果你要学会工作表的分割的话 就这些东西 把它凑一凑就OK了 那如果你要合并的话呢 也是Copy过去就好了 把那个汉的东西 Copy到你要放 有没有 比如一到十二月的报表 你要全部把它集中在一个总表的话 也这样啊 用Copy就好了 其实不困难 怎么写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哦 所以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做什么 这个按钮 哎 那可是这个按钮要怎么写 一 一样切到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 二的话呢 就Visual Basic 那程式把它写在这里 我先把它重新再转写过 首先的话呢 你还是一样 要先在我们这个 专案下方一定要先插入个模组 这个固定流程 按右键吧 插入模组 然后在这边打个Sup 黑名单筛选 后面加个VBA Enter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写什么 哎 我们基本上 就有点像之前一样 那个丢公式的部分 还记得吧 在这里 有没有 我先把那个筛选 先取消一下 那假如啦 假如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按钮 将来是在这边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写 我们会的 我希望在这边 全部往我丢公式 丢公式的话 从哪一个 从A 从B2一直丢 丢到B的最下面列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该怎么做 首先一 我们一样开发人员 然后这个地方打个Sup 黑名单筛选 VBA 然后这边Enter 接下来 还记得吧 如果我们要丢公式的话呢 那个流程一样 For i 有没有 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二列 有没有 第二列 到 哪一列呢 不知道 我们先用追踪的 用Ranch 帮我向下追踪 从哪里追踪 干脆从A2好了 A2 然后向下追踪的话 点End 然后 钱瓜胡 向下的话 Excel Done 后瓜胡 帮我找到他的列 在哪个位置 OK 好 他这样就抓到 Enter两下 打个Next 这个应该前面讲过了 有没有 应该有印象 我就不追处了 好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公式丢到B2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 Sales 哪一列呢 DI 因为要一直往下 不是B2而已 234 6 6 用I 逗点哪一列 B1 B1 OK 等于什么呢 先 两个双以后 A 那这样来的话 你就把这个公式贴过来就好 OK 另外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是把它改成第一名称 有没有 如果你用第一名称 你会发现 贴的话更简单 为什么 因为第一名称里面不会有双以后 也不会有利 所以 用第一名称配合VBL 基本上好处太多了 程式要改的地方就非常少了 OK 这一点 我是觉得还蛮值得学 因为第一名称真的还蛮值得学 OK 那么把它什么 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再贴 取消一下 再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然后呢 记得把这一个2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因为将来A2 再A3 A4 它一直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 AND把它空格 隔开来 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完成 当然你如果清除的话 就是把这个清掉 我先手动清一下 这个把它砍出去我向下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丢过来的话 直接这样 全部OK了 可是有个问题 因为我将来按按钮的地方 我的按钮是在哪里 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将来按按钮的时候 变成说你是在这个工作表 按这个按钮 那假如说你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你没有告诉他说 你要做这个事情 不在同个工作表的话 那这个会怎么样呢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 把工作表切到这边来 再执行这个的话 再执行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他会在这边执行 有没有 就变成说 你执行的 会是在自己的工作表 而不会是在那个工作表 所以怎么办呢 好很久 Ctrl Break 停掉 Ctrl Break 的话 就强制让它停掉 好 好 那这个就 所以呢 特别的注意哦 你还要再叙述一下 我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其实我是希望 你帮我针对这个工作表 去做丢公式的动作 也就是我这个储存格 并不是在现在我所处的这个 这个工作表 而是在另外工作表的话 那你必须要 学会一个叙述 就是跟他讲什么 诶 特别的注意哦 请你在储存格前面 多打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的叙述 叫什么 S H E T S 然后刮壶 点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 许子刮壶里面 跟他讲说 我是在查询名单 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这里面的话 你还在打一个查询名单 OK 那就把那个 查询名单的这个名称给他 那他就知道说 原来你现在要做这个丢公式的动作 并不是在你现在这个工作表 而是在前面那个工作表 那我们来试一看 比如说我这边 里面空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个方法的话 执行看看 丢一下 你会发现 这边没有动作对不对 这边会不会有动作 好像还在跑 那因为这个 他就会把这个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的这个范围里面去 把它切过来看一下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跑这么久 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哪个地方 追踪 有没有 他如果说我现在这个Range A2前面 假如也没有给他工作表名称的话 那他就变成他从这边追踪 看错像下 1048576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那么久 因为其实你要追踪的也要从这边 所以这边记得 还有一个地方要增加 哪个地方呢 Range A2 这个前面也要加什么 工作表名称 这样才可以 有没有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追踪的话 你不是追踪我们现在的工作表 而是要追踪前面的工作表 的那个Range A2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看起来其实没什么 但是 比较容易做错的地方就是 工作表名称 要加一下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话 那这个部分一定要加 如果没加 不行 OK 试一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 这边之后 我再把重点回 一 先帮我把这个范围定一下 A2 Ctrl-Shift向下 然后在上面打黑名 打Enter 可以从公式里面名称管理人找到 如果这个范围不OK 你可以修改 再打个勾就可以 二的话呢 修改那个什么呢 Count-If的公式 那公式的话呢 把这个 那公式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把刚刚的范围 改成什么 改成Con-If 这是Con-If 黑名单就可以 那个范围部分的话 就不要用刚刚那个范围 那并且 哎 想想看哦 如果我今天要在这边加两大牛 必须要跨工作表 成是该路的撰写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对 对 那个带我引起来 对 对 对